你好 我是咱们沙庄市住宿观点案的工作人员 你现在在酒店吗 我现在在酒店 我们过来接你来了 好的 好的 我现在可以下楼了 你下楼吧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我在那边等着你 不用客气 不用 1月6号 本来计划在石家庄火车站转车的李盈没有想到 因为一场突来的疫情 自己会一直滞留石家庄至今 1月14号 中心设计者跟随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记录下救助李盈的全过程 滞留石家庄后 因为每天时速支出的开销压力 加上独在异地产生了焦虑害怕的情绪 他在此前一日不打了当地的求助热线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没有盼头 而且一天小两百的开销支撑不起 我也没敢跟家里老人说 怕老人着急 实在是不敢随便瞎吃 不知道疫情会是多长时间会结束 物资有限 我得省着点 要不然回不了家 李盈在经过相应的救助程序后 最后被安置到了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组织的临时安置点 据介绍 该安置点已救助了包括滞留在石家庄的临时旅客 与外来务工人员50余人 咱们受救助员的衣食住行我们都得想得非常的细 包括咱们早上起来营养 他们都受困在沙庄 在沙庄会把家上火怎么办 我们买了梨水 买梨熬了梨水 给每个咱们这个历史救助点的配发水果 让人不要上火 因为长时间滞留异地 部分受救助的临时预困人员出现了恐慌焦虑的情绪 对此 临时安置点上也安排了相关的社工提供心理疏导 有的就是说想回家的 特着急 有的时候想起来就伤心掉眼泪的 我们就安慰他吧 我们这有社工 也给他们做工作 就是说放心 我们及时跟他家人取得联系 他们只要有需求 我们就尽量满足他们 从我们社工的角度来讲 包括从一个积极的正向引导 因为现在政府包括各行各业 大家都在去积极地关注到石家庄疫情 关注到这些群体 所以说一个是从他一个社会支持网络 包括还有一些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社工的支持 给到他一个心理的支持建设 此前 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发布消息 为确保滞留石家庄的临时预困人员 基本生活和生命安全 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 开展分类救助 万军生也提醒临时预困人员 当前疫情形势下 救助热线被较四处较多 预困人员在拨打电话盲线时 可持续拨打 接线员将保持24小时不间断的接听电话 接线员在拨打电话盲线时预团人员 接线员在拨打电话盲线时预团人员 接线员在拨打电话盲线时预团人员